我想拜登這一次真的是讓人家覺得 沒想到他這個情緒 老人家真的是比較固執的 可能真的是因為去把他死了吧 那我們其實在觀察這件事情就是 拜登事實上並不是只有這一次 對俄國特別有一個脾氣在 其實從他過去的這些外交紀錄 我想現場我們賴老師應該更清楚 就是這個長期以來 拜登遇到俄國問題 他多多少少就需要白宮這些幕僚差評 事實上第一時間 這些幕僚是非常傻眼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白宮反應 甚至布林肯反應 蛤 是這樣嗎 這樣子很驚訝的狀況 那我們也有觀察 也有人說了 拜登太常失言了 所以這個白宮已經被授權了 這個隨時可以緊急來擦屁股 但是這件事情出我們在看說 你身為拜登 你當時在競選的時候 你批判川普的就是他的狂言 你說你是一個很Stable的人 可是結果現在你也變這樣 事實上這個的後續效應 最主要是在歐洲的方面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他說我只是表達我的義分填膺 他不應該在掌權 就像壞人不應該繼續使壞一樣 但是不代表我們的政策有任何的改變 這不是很荒謬嗎 你真心說我要讓你下台 這是我們政策沒有任何改變 那請問為什麼他有這樣的一個反差 另外他也說到 俄羅斯的侵略心機是不可以接受的 可是他不會道歉 因為這個言論也不會使烏克蘭衝突升級 其他歐洲人 可能歐洲的領導可能會有些質疑 但是他不會削弱北約 那馬克宏的質疑是搞笑的嗎 這是這個話 其實就代表說他自己也下不了台 那另外一個就是 他真的對這件事情很執著 那我們也可以從這件事情 去窺見一個問題的所在 美國人其實對於歐洲人 現在正在流血 正在流錢 正在流失 人命的損傷他其實是無感的 我覺得這件事很嚴重 因為拜登 拜託你老人家行情好 人命的損失啊 我們讀歷史的 對於這些歷史的畫面 對於這些照片 我們都必須去審視 所以我變成一個反戰主義者 因為我讀歷史 為什麼 因為我認為 天啊 戰爭夠殘忍了吧 現在戰爭打成這個樣子了 為什麼馬克宏第一時間跳出來了 法國總統 因為他知道你如果再繼續這樣激化 這事情沒有得解決的 事實上這件事情 雖然他可能不會從根本去動搖到北約的存在 但是他事實上也顯示了北約本身 他的存在在現實現地的歐洲大框架裡面 他是多麼的不合理 跟多麼的荒謬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大家想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 他的為首者是美國 那在美洲還有加拿大 那在歐洲呢 他這些歐洲盟方 他本來是來對付蘇聯 他是來對付 當時當然這個華塞公共組織是後來成立的 是兩個集團的衝擊 今天蘇聯已經不存在了 當初為什麼要防止蘇聯 因為蘇聯是一個全球革命 他是一個意識形態的高度輸出 今天的俄羅斯 他不是蘇聯啊 今天的俄羅斯 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從普丁個人生涯角度來看 普丁他是哪裡人 他是聖彼得堡出身的 其實他的內心啊 有人說他的偶像就是彼得大帝 他事實上他是相對是屬於西化的 很西化的一個俄國的元首跟領袖 雖然我們今天看起來 好像他都在跟澳洲敵對 其實他本來他甚至有講過說 他要加入北約 包括他的最好的戰友跟親密夥伴 梅德維杰夫 也之前當過俄國的總統 因為當時因為俄國的 這個所謂的憲法問題 他們普丁不能繼續連任 所以他跑去當總理 他的這個非常親密的戰友 他也是聖彼得堡 這幫人都是聖彼得堡 他也是一個非常相對西化溫和派 可是今天西化溫和派的一個 俄國的領導階層 在你北約處處進逼之下 變得非常的 看起來好像非常的反西方 這是何其的荒謬的事情 所以這就是顯得北約 為什麼剛才說 他的成立其實已經讓人家覺得 有一種變成他的目的性不明確 過去你是對蘇聯做圍堵的組織 蘇聯崩潔垮台了 俄國的性質從一個全球革命輸出 從一個共產革命輸出的帝國 他已經轉化成一個以民族主義 維護國家自身利益的一個區域性的強權 雖然他的軍事的力量 還在全球一個極強的一個力量 他全球排名第二第三 但是呢 他的本質上其實已經做了重大的調整跟改變 所以你北約的存在就顯得很奇怪 不合理 因為要怎麼解決一個和平的問題呢 有兩種方式 一種把對方按死 另外一種是作為橋樑溝通 彼此拉近距離 那事實上對歐洲來講 我跟俄國走向和解 走向地緣上的一個和解聯合 其實是非常互補的嘛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哪怕在蘇聯時期 就已經有很多的能源是出口到歐洲 各況是今天的俄國 包括我們常談的這個德國 有這麼多的能源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美國人的邏輯 可以跟歐洲的邏輯 在後冷戰時期到今天 已經後冷戰30年了 甚至已經像Johnson 他稱之為後後冷戰 Post Cold War 我甚至認為這是一個新的一個時代 他可以是G2的時代 也就是隨著中國的崛起 可能是G2 就是兩強但是多頭的一個時代 那這個時代的結構格局之下 其實北約的存在非常的不合理性 所以今天拜登 雖然跑了一趟跑去北約 但我們可以看到 沒有什麼太多實質性的進展 對於德國來講 對法國來講 雖然法國也有參加新一輪的制裁 但德國呢就相顯的保守 甚至我們常常在笑這個綠黨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領導人 這個他們現在的外交部長 你可以看到他上台之前很多人質疑 他是不是沒有經驗啊 他是不是 看起來很菜很嫩 可是他在這次上面 他並沒有展現出 他看起來有多少違反德國的利益 反而呢 他相對表現是比較安靜 所以我們在看 歐洲人其實很清楚 他自己要的利益是什麼 但是現在沒有辦法 因為傳媒都綁在美國身上 所以這一波 所謂的反俄民粹被激起之後 因為他其實還代表一個深層的恐懼 過去西歐確實長期活在這個 這個冷戰的鐵幕之下 所以對他們來講很難受 所以這一次有激起一些情緒 可是現在已經打了一個月了 慢慢那個情緒在消退當中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為什麼美國要講話越來越辛辣 當然 拜登我覺得是老人家死氣啊 但他背後如果有功於心計 這件事情的話 他其實還是繼續在刺激 所謂的民意的一個 呃 一個民意的一個展現 就是民粹這種反俄民粹展現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察覺到 西歐其實正正在冷卻 東歐是不敢輕舉妄動 因為東歐非常清楚 什麼叫做蘇聯的鋼鐵洪流 雖然已經隔了這麼久 但是人的記憶是會延續的 族群的記憶是會延續的 那俄國今天也講得很清楚了嗎 他的Petskov 這個克林普林共的發言人 那他也講到了 俄國不會在烏克蘭的土地上 使用核子武器 只有我俄羅斯的生存 受到威脅跟挑戰的時候 我才會使用核武 其實這個都講得非常清楚 都老調重坦 所以大家打了一輪下來 會發現 慢慢的就區域冷靜化 而且俄國的戰略也改變 本來呢 大家以為他要快速的把整個烏冬 就拿下來怎麼樣 可是其實回歸到我們現在再看 俄國現在的就是重點清剿 我要把烏冬這個政策給鞏固 所以我就是 馬里烏波爾這個地方 我一定把它拿下來 現在打得非常非常的激烈 現在城區剩下25%的主要城區 現在還在烏军跟亞蘇宇的掌控之下 75%已經見次的落入到整個 包括外圍所有的重要公司 都已經落入到俄軍 還有這個他的駐軍 就是這個車程軍的這個掌控之下 還有這個烏冬的 這些這個 這個獨立軍的 這些反叛軍的這個掌控之下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等到格局漸漸刺定的時候 我認為 歐洲人還是會慢慢的回到一個 比較冷靜的一個格局啊 那拜登他還會繼續失言嗎 他接下來的失言 也許就是為了繼續刺激這樣的情緒 也許就是為了繼續 刺激這樣的反韓 其實也可以從哲倫斯基最近這幾輪的發言 愈加的指責 愈加的流於情緒化 其實我們如果 不要只要看台灣的媒體 不要只要看這個 我們所看到這些網路 就是大部分 污天造景的這樣的一個美國式的宣傳 其實大家如果有一些新的話 去搜尋一些歐洲的一些資訊 有些也是可以看到 以及有一些人跳出來在指責 哲倫斯基 你太情緒化了 你不可以這樣子去用情緒 去綁架整個歐洲 而且事實上我倒回來說 我們最後做一個總結論 北約的這個存在 是月形的奇形怪狀 那北約要怎麼收拾 這個當然還有一個很長的 看透征的事情 這個要取決於歐洲人有多少的決心 要把歐洲 回歸到歐洲人的歐洲 那短期內有一個指標就是 最強調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是法國人 特別是馬克宏 馬克宏其實你可以看出來 他一直有一種致命是 當年這個 當年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法國 自由法國繼承的那種感覺 就是我歐洲人是要有自主性的 所以我認為啊 我認為馬克宏四月當選之後 也許這個情勢會有一些改變 至少馬克宏穩下來 他會成為歐洲 至少他是領袖嘛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德國裡頭是剛換嘛 那剛換的話 Sharz他其實還沒有站穩腳 那這個 這個馬克宏站穩腳之後呢 他應該還是會把這些做盤人 那大部分的專家也認為說 可能會打到夏季 所以既然戰爭脫長了 情緒就慢慢沈澱下來了 隨著戰事的一個發展跟情況 歐洲人應該會去重新去尋找定位 因為 終究不可能 美國去取代 俄國在歐洲的能源的定位 那個150億立方米的這個天然氣 是搞笑的啦 這實在差太多了 以上大概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能夠及時補充抗進疫的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 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讓防疫變得更方便更安心 一天你用200次都沒有問題的 比酒精啦 比漂白水更加的環保 如果你要購買旺旺水神生成機 中天新聞的觀眾是有獨家的好咖